6號晚間在新北市三峽區和平街 發生行人與機車的查狀車禍 新北市消防局隆恩消防分隊消防員楊鎮翰表示 當天正好休假晚間在附近買晚餐 聽見車禍聲響便連忙前往查看 協助攢扶患者去路邊檢視傷口 並與到場的救護人員進行交接協助後送往醫院 當時那時候晚上的時候我是在附近買晚餐 然後經過那邊的時候看到那邊現場有車禍 聽到碰一聲 然後我想說附近蠻多民眾在幫忙 我想說先過去排除現場患者的狀況 然後我先接近患者的時候先評估患者的傷勢 因為現場車流量蠻大的 所以我先評估患者傷勢 患者表示他這時候手腳跟四肢有輕微擦傷而已 然後頸部啊頭部都沒有外傷 然後想說先攙扶患者 協助患者先移到安全的路邊這樣 以避免再發生二次傷害 楊正翰表示若民眾遇到看到車禍時要注意患者的狀況 如果是嚴重者就避免移動傷患造成二次傷害 輕微擦傷者則協助攙扶置路邊 楊正翰也呼籲民眾注意行車及用路安全 如果一般民眾遇到車禍的話 首先呢我覺得可以先評估患者的意識 然後患者如果意識不清的話 或者是都沒有動靜的話 就可以先協助交通管制這樣 避免患者再受到二次傷害 那如果患者像今天這次這樣 輕微擦傷的話 那就可以先協助攙扶患者至路邊安全處 然後等待救護人員抵達現場這樣 然後因為車油量比較多 所以還是要避免造成二次傷害這樣 然後由於當時天色比較昏暗 所以大家如果騎車開車天色昏暗的話 不僅要再多加留意行車的安全 然後用路人行人走路的話 盡量還是走斑馬線 楊正翰建議勇為的表現 在休假時也絲毫不減 讓人不禁讚嘆楊正翰的熱心助人 更佩服新北消防的熱血及專業 為新北打造安心移居的共融城市 記者林應同 新北採訪報導